大家好,今天美国的共和党议员要求FBI和国防部开始调查民主党的候选人沃尔兹与中国的关系 并寻找曾经接触和合作的中国实体官员相关信息 沃尔兹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经常为中国人权议题发声 海外媒体认为沃尔兹与中国的关系特殊 并认为他并不是中国的老朋友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调查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伙伴 明苏达州的州长沃尔兹 以他可能与中国或中共有关实体的长期关系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议员科默 在给联邦调查局FBI的局长雷的一封信中 要求提供沃尔兹接触和合作过 与中国有关系的实体官员的相关信息清单 包括文件和通讯信息 以及任何警告或建议的文件 沃尔兹曾经数十次访问中国 并曾在澳门理工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 科默形容这是一家忠于中共的中国机构 并称沃尔兹曾一家被美国国务院揭露 为中国共产党大外宣的中国组织的主席发起 一起发表讲话 联邦调查局的简报 最近告知该委员会 该局的外国影响力工作小组正在调查中国的活动 这与中国与沃尔兹州长的接触类似 美国人应该感到担忧的是 哈里斯的副总统竞选搭档沃尔兹州长 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 科默呢 他说美国人民应该充分了解 沃尔兹州长与中国的关系有多深 此话 印第安那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邦克斯 也要求国防部长奥斯汀 调查民主党副总统后援人为美国服务前 也就是成为美军成员并前往中国的情况 那么邦克斯在周二发出的信中表示 沃尔兹过去在内的内布拉斯加州 和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 以个人名义曾前往中国旅行 可能没有遵守国民警卫队外国旅行报告要求 信中表示 陆军国民警卫队大多数的高级士兵 都获得了秘密级的安全许可 若如果沃尔兹获得了安全许可 他可能会被要求向上级报告他的外国旅行 目前还不清楚 沃尔兹如果没有正确报告 他的国外旅行会面临什么后果 邦克斯表示 前往中国旅行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胡教道楼的发言人表示 奥斯汀会在适当时间做出回应 虽然沃尔兹与中国的关系密切 但美国媒体分析他并不是中国人的老朋友 沃尔兹在07年至19年在国会认知期间 经常被监禁的中国活动人士争取支持 他还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年轻的香港民主活动家黄之锋 并支持香港人权相关法案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 他曾告诉美国CNN 沃尔兹对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 内心也尊重中国文化 但他绝对不会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 对于这样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北京可能会感觉到恐惧和不安 那我呢谈一下我个人呢 对这次美国方面啊 特别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 开始调查这个沃尔兹 民主党的这个沃尔兹的这个 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呢 沃尔兹呢 曾经30次访问过中国 沃尔兹呢 他是美国民主党党内啊 也就是说最了解的 对中国啊 特别是共产党党内最了解的 美国的这个政客吧 也就是说沃尔兹对中国非常了解 而且与中国 特别是共产团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点呢 被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国防部也证实 那么大家知道 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啊 美国在赢得了这个冷战胜利以后呢 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因为苏联已经解体 那美国在中国呢 扶持的共产团啊 就是以 胡尹涛这一派为主的啊 包括死掉的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都是共产团团派的这个代表 共产团势力呢 和美国的克林顿和奥巴马 这个民主党的培养不关系 因为他们想在中共的 能够获得进入政局常委 这个优势的话 他就首先有 政绩嘛 对吧 你共产党党那你凭什么 对吧 比的不就是能力吗 什么能力 就美国的投资能力 谁能把美国投资信赖 所以你可以看 李克强上任以后呢 就是在 在这个 中国多地吧 美国大量投资 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苹果 苹果的这个手机 还有那个富士康啊 到河南 就李克强的老家 共产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根据地 在河南 那么 实际上的李克强啊 还有共产团在中国的做大 对美国来说也是好事 那就是他们在中国要扶植啊 他们的势力 也就是美国民主党从克林顿 奥巴马领导下啊 与中国共产团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这个 亲民主力量的这个 共产团或者是中共内部的精英 那么实际上现在和美国这种竞争关系中呢 就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 沃尔兹呢 他如果被当选的话啊 他如果获胜啊 就是在今年的大选获胜的话 那么他呢 可能会对现在啊 也说对习近平来说啊 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因为沃尔兹不光他要和习近平斗 他在中共内部还有共产团 来帮助沃尔兹 帮助沃尔兹 来和习近平啊 进行争夺 这个实际上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利的 那现在呢 出现个问题啊 就沃尔兹与那些希望动摇习近平政权的人有联系 那现在看呢 美国的共和党正在清除习近平的主要威胁啊 就是沃尔兹这些人 沃尔兹呢 他掌握有民主党党内和这个共青团这些人往来的很多的秘密的一些信息 可能你不了解的一些人 沃尔兹知道啊 咱们中国啊 耳熟能详呢 比如说韩正啊 丁薛祥啊 对吧 那可能和沃尔兹都有联系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沃尔兹他知道很多东西啊 他如果不能上台的话 被FBI或者美国军方调查的话 那对习近平来说 啊 就除掉了 对吧 共产党党内共青团这部分力量 对习近平的压力啊 所以有时候你看中美啊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权力的斗争 就是这么复杂 我大致就把这个问题给你说清楚了 你就知道这次调查沃尔兹 习近平很高兴 共和党呢 川普呢 川普也很高兴 为什么川普说和习近平有很好的配合 他们都有共同的敌人 民主党 民主党也不是傻瓜 他也在中国培养他的亲民主力量 就共青团那帮人 那美国自己清除了这些 能够帮助他们削弱中国的人 像沃尔兹 像民主党这些人 和共青团 有密切联系的人 那这是一种内斗啊 而且呢 是比咱们在新闻 包括在新闻联播啊 你在什么CCTV 你在什么新华社啊 CNBBC上面看到的 很多的这种中美之间的博弈 还要激烈的斗争 而且是不在世人之下啊 你不能进行报道 也不能够啊 掌握很多细节的这种内斗 所以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那哈里斯和沃尔兹呢 很有可能是受奥巴马团队的压力 所以呢 才选择了现在这个 用沃尔兹啊 来 担任副总统 就是沃尔兹背后是奥巴马 奥巴马为什么选择沃尔兹 因为沃尔兹和中国啊 团派和共青团 和韩正啊 和丁薛祥这些人 有密切联系 所以奥巴马也在中国要 安插自己啊 自己的人 然后呢 又通过副总统 未来当选以后 邀请互动 向习近平实验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美国共和党正在打击中国的 共青团 共青团势力 你从这次 对沃尔兹的行动来看 就是美国的共和党 那其实是在帮习近平 清除这个中国共产党 党内的这些共青团派 民主派 就非常清晰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不相信啊 但实际上这个 共和党这帮人 共和党这帮人 和民主党这帮人 是水火不容的 那么在面对中国共产党 党内啊 其实也有不同的派遇 那么实际上双方这种激烈的 这种斗争 也是你难以想象 那这次调查呢 我个人看法 不会导致沃尔斯 最终呢 他失去这个副总统的职位 因为这次调查 不会有什么太大结果 只是把这个冰山一角 给大家揭开 让大家看一看 就美国 还有中国 中共 共青团 还有美国民主党 共和党之间 这种非常激烈的斗争 最后呢 双方会有一个讨价还价 最后结束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沃尔斯能不能进入白宫 能不能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治 特别是和共青团之间 会不会有配合 要等美国总统大选结束 沃尔斯呢 如果能够进入哈里斯政府 那很有可能会成为 与哈里斯政府 就是民主党与习近平之间 进行调解的一个中间人 那他呢 很有可能会策动啊 在中国国内的共青团领导人 包括国家副主席韩正 第一副总理丁薛祥 那对习近平的实验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沃尔斯 他实际上呢 对中国这个共青团 对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党内 民主精英的这些人 共产党党内精英 提倡民主的这些人 是有巨大影响力的 那如果哈里斯和沃尔斯 获胜的话 那美国的民主党 将与共青团力量加强 共青团的势力 将在反对习近平的 很多事情上 发挥更大作用 也加强了反习的力量 那沃尔斯现在呢 他的主要任务啊 为什么奥巴马这些人啊 民主党党内大佬 要把沃尔斯推上来 除了他和共青团力量 有配合以外呢 还包括啊 美国现在呢 要通过沃尔斯 来进入美国政府 防止共青团 现在被共和党和习近平 中国军方共同剿灭 有共青团势力 不能在中国 就此销声匿迹 要保证共青团在中国啊 有一定的火苗 有一定的发言权 那就为了美国未来的利益 在中国推动民主 提供了机会 也就是说 美国民主党在中国 有了一个合作伙伴 那至少在很多问题上 是可以跟中国沟通的 所以沃尔斯 他出任副总统 副总统 也就是他在大选中获胜的话 能够保证啊 中国的共青团 反对派势力 不被彻底消灭 这也有一层啊 就是奥巴马考虑的原因 那对习近平来说 沃尔斯和哈里斯 以及拜登 对中国来说呢 其实对习近平的意义不同 你通过我今天节目 你就大概知道了 习近平看待沃尔斯 要比单纯看待拜登和哈里斯 要更加严重 因为沃尔斯和丁薛祥 和韩正 这些共青团的 这部分力量 是有密切合作的 就说白沃尔斯来了 他知道你背后这帮人 心里的小酒酒 而且是有联系的 都是朋友 那你看我跟你 未来除了在国家层面以外 在党内的斗争上 你也对我产生危险 所以这就是今天啊 关于这个 对沃尔斯啊 这个调查 我觉得这个最后 不会有什么结果啊 因为美国现在 他对沃尔斯这种调查 更多的是用警告 实际上呢 从共青团的李克强去世以后呢 中国的国内的一个共青团势力啊 就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势力 其实在中国国内呢 其实已经在政治核心圈呢 逐渐的边缘化 但是他呢 实际上呢 还是中国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 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啊 就被边缘化 那美国现在呢 从民主党啊 任命沃尔斯 当这个副手 在与他和中国 这个特殊的关系 或者与中国的这个民主派啊 共青团的特殊关系来看 美国下一步呢 与中国的竞争中啊 不光是在经济科技啊 贸易上和中国竞争 在中共党内啊 美国也会 扶持自己代理人 扶持亲美人士 这也是现在 你大家看很多这个 包括这个胡锡进也闭嘴了啊 这里边很有 有很多原因啊 你看中国这个共产党党内 其实也是啊 也是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大家就能看到 中国是复杂的 所以未来啊 你把这个共产党很多的这个情况 你也要分情况来看 因为他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也是分不同的啊 分不同的这个 怎么说呢 分不同的势力 所以实际上从现在来看的 中美未来这种博弈会非常复杂 民主党如果获胜的话 那对习近平 对军方势力 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 也就是哈里斯 和这个沃尔兹 他们当选的话 那共产团势力 在美国的这个帮助之下 可能会卷土重来 那么 亲美势力做大以后呢 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所以大家未来会看到更多的 会看到中国和美国 更多的这种互动 那共和党呢 和中国的特殊关系 我之前就讲过 共和党呢 你从老布什啊 布什家族 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 其实美国的这个两党 在中国都有自己的 合作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和美国这种特殊关系 是长期的 而且呢 中国和美国这种特殊的合作 未来也会持续 因为美国要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是绝对不会 牺牲美国的利益 而去因为台湾 因为你台湾的利益 而牺牲掉美国和中国的利益 那 更多的是把你台湾当成一个筹码 我希望通过今天节目 台湾人要清楚 中美之间是有秘密渠道的 中美之间甚至这种 相互之合作 相互之间的这种 关系是超越你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你看那沃尔兹和中国的特殊关系 包括共和党 川普和习近平也有特殊关系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实际上所有这些大国之间都有特殊关系 而那些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关系 更多是被利用 当成工具在使用 因为你筹码少 不会因为你的利益 我会破坏和另一个大国之间 更巨大的利益 这才是国际关系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别最后当了炮灰 连自己怎么被当成炮灰 都不知道这个经过 有时候我给你讲的很多东西 台湾媒体是不会告诉你的 他一直告诉你 美国要干掉中国 一直要和中国斗 但是我今天节目就告诉你了 共产党和共和党民主党 这种特殊的关系 你就知道了 并不像台湾媒体说的那样 大国之间这么多聪明人 怎么可能被你小小的台湾 是吧 愚弄呢 大国之间都有自己的利益 那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事 所以中美的博弈 或者中美的这种对抗的本质上 还是大国之间来获得更多的 筹码获得更多的资源 而损害的其实是一些小国 还有地区性 这些强卷他们的利益 所以中国和美国会加速扩张 中美是要配合 共同来瓜分这个世界 地球足够大 足够中美来博弈 也足够中美来竞争 这才是中美对抗的本质 再说回共青团 共青团在中国国内 因为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共青团他的势力 面对美国 面对现在中国和美国竞争这个环境下 共青团也有他的历史位置 历史位置 也有他的作用 他能够平衡中美 所以共青团的势力 他也不会轻易退出 你看这就形成一个稳定器 你看这就使中美关系更加成熟